佛界佛界 魏永贤的雕塑世界展览活动 12号下午展开 这是魏永贤在故乡的首次各展 同时也是他沉淀续积30年来的创作 县长徐真卫也特别来到现场 参与了这场展演的活动内容 也希望艺术能够在花莲落地生根 首例在花莲县文化局实际博物馆的 药师佛高达5米 未来将以石雕模型的方式再放大一倍 设立在太平洋公园 这件作品也显示出魏永贤的佛雕作品 如业界独当一方的风格 12号在文化局举行开幕活动 现代徐真卫文化局长吴敬毅 现代吴东森 魏家宴 黄兴 法师以及信众们 共同来建设这展览的序幕 现代徐真卫表示 艺术家历经了30年的雕刻创作工作 而这次是以他多年的经验为故乡存厚 甚至心里受到一些的序幕 但是 但是这反观这内容 其实也可以让我们整个心 沉定下来 安定下来 内观 我们这里的人生 其实经过的人生的经历 感谢卫道士 魏老师的付出和分享 也谢谢今天所有人来参加 像这个盛会 真的是属于互动 也希望大家 告诉大家 在这个地方 用魏老师的作品 不论是花莲 不知道花莲不能跟大师在此 其实大师很多都在坐在这里 卫永贤也分享了一个 普负责利的经验 他曾在梦中遇到观音 但泽妹也看不出其神情的模样 感受到观音慈悲的庄严 模糊不清的印象更加强了观音的佛性 而这次展出亮点的作品是 《楚二要师佛》 《高达五米》 雕刻的意境高雅细致 《形象微妙微笑》 是卫永贤至今最最注目的作品 现在许中也有欢迎喜爱雕刻艺术作品的朋友们 保有机会 即日起一直到3月30号进行展出 也欢迎乡亲朋友们 可以前往十一雕博物馆观赏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